在這個電影裡的角色叫李小章 一個本身很有正義感的小朋友 因為這個角色的家人他們三口子都很有正義感 因為他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一起看一部卡通片 但是有一天這個角色的爸爸為了正義這兩個字 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之後 基本上對這個小朋友目擊一切 對正義這兩個字改變了很多 他開始對正義存在了一種疑問 所以到他慢慢長大的時候 雖然他都很喜歡打架 他很喜歡 覺得所有不平時所有的問題 都應該用拳頭去解決 但是同樣他心裏也對正義存在了一種類似等價交換的一種意識 他不再相信這種純真的正義感 今次我的角色叫安妮 安妮是一個 從小到大都見關大場面 跟著爸爸走江山的小妹妹 什麼都不怕 他是一個很爽朗 其實是很男性頭的一個女性 在一個套戲裏面 他是一個很相信 很相信這個世界有超人 亦都很相信有正義這件事 直到他遇到小傷 他就更加相信 那當然他成長的時候 他在這個屋邨裏面 他是有一些朋友 那他個人也都變得 相對變得很孤僻 即是沒什麼說 即自從爸爸死了之後 他變得很自我封閉 他人生裏面 只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做大鵬 那這部戲裏面 我飾演的角色叫大鵬 那大鵬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他就是一個心裏面 充滿正義感 而他和Juno之間的關係 就是一個從小玩到大 在他的世界裏面 只有一個朋友就是Juno 我的名字叫做 不極熊 他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 黑白分明的 不是灰色的 那我就很明顯是一個 很正經 很認真 很有正義感的 年輕人